鋼管給我的感覺是很結合力與美的運動 結合了力量然後又有藝術性 又有自己訓練的成果的展現 然後做完就會覺得很有成就感 在鋼管上做出任何動作 看起來都是那麼自在優雅 每個姿態都美到讓人目不轉睛 她是27歲的雪莉 跳鋼管舞將近六年了 170公分的身高 健美身材和亮眼外型 不說大家可能猜不到 其實她的本業是一名藥師 學生時期更是學霸 北醫女台大醫藥系畢業 如今她卻選了一條在世俗標準裡 沒那麼功成名就的路 我剛接觸的時候我沒有很喜歡 那時候就會覺得課業壓力太大了 然後為什麼我還要去找一個運動這麼痛 來折磨自己 出社會的時候就會覺得社會壓力更大 就是鋼管痛已經不算手 反而很舒壓 其實雪莉嘗試過非常多興趣 玩音樂、跳舞、桌球、衝浪 甚至考過游泳和救生員教練 唯獨鋼管舞堅持至今深深愛上 當然堅持所愛這一路上 要消化的歧視眼光和身為台大畢業生的自我認同 都不曾少過 因為要爬爬 哪裡啊 這邊都會變成年的剪了 玉芯 這個玉芯都是鋼管 這邊也可以用 就是它會紅掉 我覺得反而旁人的異樣眼光這件事情 比起傷口來說更讓人家覺得很難受 傷口你就會覺得你就好好照顧它 這些都是你練習的痕跡 反而是旁人會開始不解 鋼管它其實並不是為了裸露而裸露 它是因為想要靠皮膚跟管的摩擦力 去讓你固定在上面 但是別人就會只看到說 欸你為什麼要穿的那麼少 或者是直接把你跟廟會花車女郎聯想在一起 對但我並不會覺得說 花車女郎有什麼不好的 只是我們在練習的取向不一樣 對 可是花車女郎它的目的就是 為了要取悅神明跟信眾 不是著重在技巧或是藝術面上面的 可是我們想要學習的比較偏 我們會叫禁忌鋼管 尤其是爸媽完全不敢跟他們說 就他比較穿透 然後一個女生為什麼要穿那麼少 在鏡頭前面 對但這件事情我想很久欸 到底是因為鋼管還是因為我穿的少 他們也都會一起看 比如說游泳或是體操 對然後可能選手一出來 他們也不會一出來就覺得說 啊你那個女生穿那麼少不行 對他們也不會這樣子覺得 所以我後來就覺得應該就真的是 對鋼管的刻板印象 有對廟會花車的既定印象 然後覺得那一根就是在那裡 所以不管你在那根上面做了什麼 人家就會帶一點有色眼光去看待 可是因為鋼管其實它有另外一種形式 叫做飛天鋼管 就是它會把那一根就是看到的管 然後掉在那個天空上面 然後我就會發現 就只要一旦那個管離開地板 在空中轉好像大家就不會這麼歧視 大家跑上團就會覺得哇好美好優雅 他們從小就是會希望我好好的念書 所以我一路就是依照他們的期待 一路也念了就都名校上去 對所以他們就會期待說很可能 好好的進入職場 然後好好的升遷 然後有一份穩定的工作 不要在那邊做那些有的沒的 就對鋼管這些對他們來說 這應該就只是你的興趣 或者是你應該把它放小一點 你要做好你的本分 就是他們會覺得說你的本分 就是你要在要學的領域這一塊 就是好好的努力好好的耕耘這樣 可是我一直都覺得 本分這兩個字對我來說很奇怪 到底什麼叫做本分 以姓美來講永遠就說 你要作為男生的本分是怎麼樣 女生的本分就不要穿太小 然後或者是你幾歲要嫁人 幾歲要生小孩 我覺得本分這件事情 蠻框住大家的想法的 就我覺得事實上沒有什麼 本分這件事情只有天分 就只有你天分你天生 你很適合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如果剛好你也很喜歡 那你就去做 一開始的話就也嘗試了新藥研發 做研究這一塊 然後後來也有去藥業這一塊 就是外商 大公司那我同時就是有在繼續 練習鋼管這件事情 覺得你會不會影響到我們公司的生育 當時心裡就有覺得蠻不舒服的 就是我們就是好好的 在做我喜歡的運動 就是跟公司的汙名化到底有什麼關係 高不同就不相違 我後來就自己就離開了 第一次開始思考說 我到底是要堅持自己喜歡的事情呢 還是要大眾認同我 以前就是會一直還是會一直覺得 我就是要進大公司然後一路神遷之類的 離開藥廠以後我就第一次放下這個想法 然後去想想自己有沒有其他的可能性這樣 多少會就是放不下這些名校的光環 對我覺得也是年輕不懂事嘛 就會覺得 難免會為這件事情感到驕傲 後來就會覺得 其實這沒有什麼 這只是你比較會讀書而已 多少會覺得想要跟別人比較 尤其當你身邊的同學都很優秀 一開始難免都會覺得 人家都已經在這樣這樣這樣了 他已經出國念書了 或是他已經得了什麼獎 或是他已經找到了什麼 進入了很厲害的公司 那我怎麼還在還在這樣 對就我怎麼沒有跟他們一樣 但我後來就不會一直把自己跟別人做比較 人生到底要的是什麼 到底是要 很讓別人認同你呢 還是你自己過的快樂比較重要 所以我後來就覺得 我就應該要選擇自己最喜歡的事情 那只是剛好我最喜歡的這件事情 是鋼管運動這件事 現在的雪莉 不管是言談和笑容 或是在鋼管上的每一刻 都散發著迷人自信 他用親身經歷告訴所有人 只要正在做的是自己熱愛的事 那就是最美好的樣子 鋼管對現階段來說 算是一個自我實現 就是在做這件事情上面 我可以透過不斷的練習 然後去達到我的目標 然後就會蠻有成就感 還有就是 相信自己的身體吧 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可能對很多人來說覺得 你怎麼有可能卡在那個上面 而且其實 因為有鋼管有分旋轉管跟固定管 其實我們在旋轉管 大家看到轉很快的時候 我們在上面的感覺是轉更快 所以事實上我們的眼前的東西 是看不到任何東西 我們是一片糊 所以你只能就是 就是想像自己現在很漂亮 然後就是 可是當你轉越快的時候 其實反而就是越漂亮的時候 所以就會很享受的時候 你看我現在多漂亮的 那種感覺 現在大家都會喜歡重訓 可是重訓到後來 有些人會覺得重訓比較無趣吧 就是你可能都是在練重量 然後一直重複的做 可是鋼管永遠都有變化 你永遠都可以變化出 自己的新的造型 比如說新的動作 那些都是很獨一無二的 所以就是可以 不管你有什麼想法 或是過去有沒有運動底子 我覺得都很適合來嘗試像運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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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